這個吳子佳真的是很離譜 在這個烏龍的爆料現在被揭發出來 大家都說這吳子佳其實是6月1號 凱道40萬人造勢的大工程 也是因為他在這6月1號之前 瘋狂的烏龍爆料 造成了這麼多人走上凱道來支持韓國瑜 不過因為他現在這個吹的牛皮實在太大了 吹破了嗎 現在這個被他指控說 這個有一個這個韓國瑜的紅粉之脊 叫王小姐 然後跟這個他有一開始最開始是講說什麼 有什麼交往了五六年 然後有一個小 我記得他一開始講有一個兒子 有一個小孩五六歲 然後後來他又update更新 變成交往十年 然後有一個女兒十歲 大家想說怎麼從男生變成女生 五歲變成十歲 到底是多久 那這個說法大家要記住喔 然後他後來還加碼一大堆說什麼 夫妻因為這樣的爆料失和 還說是因為黃文財 帶他什麼新裝打麻將 然後意外曝光 北檢還知道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光碟 有這個監視器進出的影片什麼 然後北檢也打臉說絕對沒有這回事啊 沒有這個引帶這件事情 就有今天最新消息 鏡週刊的獨家報導 韓國瑜他的逃射風暴 北檢密敘韓國瑜的排咖密友 王小姐 王小姐出大決 他交出了親子鑑定 這王小姐他其實其實飽受困擾啊 據我所知 王小姐他是另外有交往對象的啦 那他跟這個 所謂韓市長這個 這個黃文財啊 其實他們是以前 在新新聞裡面 同事 王小姐那個時候是 行政人員 那黃文財是新新聞的記者 他們是那個時候認識的 那後來 因為他們就會打牌嘛 所以他就有介紹 那個時候市長又沒有任何身份 所以就會排咖啊 但是他也沒有違反公務員的規定 因為那個時候他不是公務員啊 也沒有所謂的婚外情 所以大家都把這個逃射 搞出對象了 但是這一些爆料呢 就對王小姐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而且網路上出現了很多 王小姐的照片 甚至還有人抓到 王小姐小孩的照片 然後在網路上瘋傳 那時候大家我就說不要傳 因為那搞不好不是本人 你也沒辦法證實啊 結果現在發現說 那些照片也不是王小姐本人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本人啊 那王小姐也很厲害啦 不是省油的燈 他一出庭 北檢一找他去 其實也不是出庭啦 北檢找他約談啦 他馬上就出了出大決 他就準備了親子鑑定報告 搞了老半天 他的小孩也不是五歲 也不是十歲 一個十七歲 一個十八歲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到底鏡周刊的報導內容是什麼 王小姐他主動向檢方提供 這個兒子跟女兒是跟前夫生的啦 那到醫院來鑑定提出親子報告 證明他的孩子不是韓國瑜生的 他也說吳子嘉對他的爆料 對他的生活已經造成很大的困擾 他說我跟韓國瑜就是單純的排咖 我並沒有其他的問題 也沒有關聯 那突然被捲入了韓的私生活 他覺得非常困擾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所謂的新莊王小姐 那甚至那時候還聽說 有人知道他們家在哪裡 記者也有去採訪 所以搞到後來 他們進出門的時候 都被人家指指點點 那為了徹底粉碎不死的謠言 他就決定帶著 十七歲跟十八歲的兒女 到醫院做親子鑑定 那我們下一張可以看到更扯的是 就是現在大家在網路上瘋傳的一張照片 我們看到下一張就知道 就是這張照片 為了保護當事人 我們把它買馬賽克 可是這張照片 包括其他友台 就有搶先爆出這張照片了 還說已經找到這個王小姐的臉書 臉書上面有他女兒五六歲的照片 都把它爆出來了 後來發現糟糕 大烏龍 不是他本人 這一個被說是王小姐的 其實叫一個叫王可差 就孤隱其名 她是韓國瑜排咖王小姐的親姐姐 所以這張照片是王小姐的姐姐的照片 對 她已經55歲了 那保養得不錯 已經是黃阿嬤了 已經是阿嬤了 然後她那個小女孩是誰你知道嗎 阿嬤的孫女啦 有沒有尬的 尬的 而且還傳夠久了耶 對 那問題是對他們非常困擾 是這些照片已經瘋傳了 傳到每個人都討論的一塌糊塗 然後造成他們很大的困擾 但是我看過沒有馬賽克那張照片啦 我看不出來是阿嬤 不知道是保養好還是美圖秀秀 結果就不知道了 總之呢 現在就很明顯 全案就是一個大烏龍 如果鏡周刊報導屬實的話 那全案就是大烏龍 不過我有初步查證 好像真的是有這回事 那王小姐特別講說 這個孩子就真的是 他跟他成夫生达 DNA的鑑定報告都出爐了 也交給檢方 就證明他講的不是假的 好像就只有這個方法可以證明了 我覺得還蠻可憐的 被這種莫名其妙的謠言掃到 那外界流言蜚語 嚴重破壞他的名譽啦 他也希望檢方要儘速的還他公道 那其實會有這些問題 我個人聽說黃文才自己的 好像講了比較多一點啦 所以就變成有心人 會故意透過他講的話 就來故意搬弄一些烏龍啊 很離譜的爆料 然後吳子嘉就出手了 對 但是吳子嘉 那我們這很久沒有看到吳子嘉了 他有一段時間沒有出現了 不過他的民調還是有持續的在 那他就沒上電視了對不對 對可是我記得我們這幾天 都還有講到他的民調 他的民調有 但他本人都沒有在出現 對所以他的美麗島電子報 顯然都還有在運作嘛 但我們帶大家來回顧 當你發現說這個黃小姐居然只是排咖 而且他的小孩也不是五歲十歲 確定他小孩是跟他前夫所生的 然後他跟韓國瑜一點逃色關係都沒有 那你再回過頭來看吳子嘉的爆料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 很ㄎ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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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ㄤ 吳子嘉 蘭國瑜正準備要上凱道 所以大家都覺得 他這樣的爆炸性的爆料 好像是要阻止他上凱道 要重挫他的氣勢 但是沒有想到 創造了凱道障礙 凱道40萬人 其實一開始新聞爆出來的時候 大家有點驚訝 但是問題是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吳子佳 九戰九敗 他還是要繼續戰 九戰九敗的二姬實在是 斑斑可考 所以大家就開始打問號 結果他自己又加碼爆料 加碼到沒有人會相信的 5月29號的時候他又說 韓國瑜跟這個新莊王小姐 有一段長達十年的婚外情 育有一名私生女 這時候變女生 然後提供她生活費 然後隔天他又說 這個2018年選舉的時候 韓國瑜一直安排王小姐要出國 王小姐不願意 所以韓國瑜當市長之後 他就提供了好幾千萬 然後這些錢還是來自 他的什麼選舉補助款 後來大家還去算 怎麼算那個數目就是兜不龍 然後用這樣的錢去供養王小姐母女 他預告六月三號 還有更大的料要爆 六月三號的話最好笑 對 那個沒有 他六月一號就講了 五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韓國瑜真的受不了了 覺得他太誇張太離譜了 他就控告這個吳子嘉 吳子嘉 吳子嘉繼續在報 我爆料這些事情之後 就害他們夫妻失和了 因為嘉芬姐就嚴刑拷打吳子嘉 還暴怒啊 講得跟真的一樣 可是後來被發現那天 韓國瑜根本不住在家裡面 他夜宿單親爸爸家 夜宿單親爸爸家裡面 所以這個馬上讓大家就覺得 根本就是不可信的烏龍啊 所以才造成了六月一號 凱道衝出了更多人 而且大家就覺得 真的是打壓韓國瑜打壓太多了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想說 吳子嘉到底是要害韓國瑜 還是要幫韓國瑜 所以那個凱道的人數出來之後 媒體去問吳子嘉說 那你現在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沒有什麼要說的 就是六月三號 你預告六月三號 還要爆更大料 還要講嘛 他說因為凱道造勢太成功 所以我就不爆料了 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了 聽完之後就 怎麼會有人是這樣子呢 我覺得凱道四十萬人裡面 好說也有五萬人 應該是他帶來的 搞不好不止喔我覺得 對 然後六月一號的時候 這個黃光琴 他也有講到一些邊邊角角的 他講說王小姐大概四十一歲 那他掌握的消息來源 是一位紅頂商人 那你吳子嘉的爆料 你不能說他錯的 其實我覺得 我不得不說光琴姐 真的是令人尊敬 他講多少話 有多少證據 講多少話 所以他講的話其實都 認真來講 他就是在旁邊插來插去 就是柯P的插邊球 插邊球 模糊 模糊 他不像吳子嘉講得這麼 斬釘截鐵 所以被告了 所以黃光琴你要告他 真的很難 那後來這個六月一號當天 吳子嘉就說凱道造勢太成功了 那我就不爆料了 大家很傻眼 六月四號的時候 但是他又繼續講了 這個黃光琴就爆料說 吳子嘉的爆料跟黃文魂財 其實是里應外合 所以這個部分他又講 是因為嘉芬姐是所謂的夫人幫 那他對黃文財很不滿 說他是這個胡群狗黨 九色才氣 所以對他很排斥 就故意再講這個爆料 那六月六號的時候 這個黃光琴說已經有查到黃小姐前夫姓名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恐怖了 就是你開始漏搜了 他在節目上面講 所找到前夫的姓名 還有現在工作的地點 然後又看到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很有殺殺力 有爆炸性的效果 那最厲害的是這個杜子誠 他之前就講說 如果參選之前有爆出未婚生子 長期包養 這個很可能會讓這一個明星參選人 受到很大的傷害 但是他沒有講誰 只是大家想到的就是韓國瑜 對而且他說初選閒三天 現在確實真的要初選了 新聞越來越熱 訊息越來越多 用你聽的懂的話 說給你聽 新聞大白話 週一到週五下午三點到六點 TVBS56台LIVE直播